好那國民剛講到美軍現在高度戒備 而且將與中國軍事熱戰的時程 在公開的往前 這一個移動的同時 另外一方面今天以台灣來講 過了一個農曆假期 但是中國的軍隊 仍然在海峽中線老台 沒有錯 根據國防部的統計 其實在上班的第一天 居然有所謂的五架 六架次的軍機 還有五艘航次的軍艦 在周邊老台 那其實這六架次的軍機還有五人機 其中有兩架比較特別 居然是發現我們發現說 居然有所謂的TB001這種五人機 那這個TB001五人機 一般來說跟BDK005這種五人機 一般來說我們就歸代表雙尾眼 這五人機 那雙尾眼這種五人機 其實它有個特性 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飛航時間比較久 那按照一般的時程 這種所謂中大型的五人機 我們一般來說 有人戰機 那即使透過空中加油 大概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就要落地 那這種五人機其實很麻煩 所以很麻煩說 它居然可以達到二十三十 甚至有些人說它可以達到四十個小時 那這四十個小時的 雙尾在你周邊的防空視頻 繞了來回去說真的 好像那個蒼蠅一樣 蒼蠅半夜的雙子一樣 你趕一趕不走 然後你也沒辦法激怒它 說真的很煩 所以很煩的話 其實除了所謂的TB001跟BDK05 這兩枝無人機之外 其實中國還有很多無人機 他們的名稱都很明確 譬如說攻擊12攻擊C 它很明顯就攻擊 你的攻擊型的 那譬如說還有偵查型的 叫無真7、無真8 就是說無人的偵查機 第七型、第八型 那這種TB001或是BDK05 他們還有一個特性 就所謂的查打議題 就是說他居然可以發現目標之後 如果說他上面還有飛彈的話 他看到所謂的零機目標 就把你射出去了 這個叫所謂的查打議題 在1月21的時候 在上海附東趙船長 怎麼發現一艘新艦的 叫054 這個所謂的護衛艦 那這個054 我們的估計叫054B 這個054B怎麼過了一個農曆年前 突然就長胖了 長胖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的我們根據這個衛星照片來看 這個美國潛艦軍有發現說 居然增加了七公尺 那個排水這麼多人 大概會增加到六千噸 那六千噸的話 其實他有些人會說 你為什麼你已經有所謂054A 這種所謂的代道護衛 那為什麼要把它改變成054B 這種更大型的 我沒有錯 那其實他中國海軍 他們想說透過這種所謂大型軍 來做什麼 來做為未來 中國航艦可能的帶刀護衛 因為航艦戰鬥群的話 其實他必須有這些在海上的保鏢 才能形成完整戰力 那根據中國海軍的規劃 他們在2024年會形成三艘航艦戰鬥群 比如說寮建、山東、福建 到203年 他們說最快可以形成 這個四艘的航艦戰鬥群 那這四艘的航艦戰鬥群 當然旁邊要所謂的帶刀護衛 所以我們也是看到說 原來中國被人家發現說 在所謂的山海附中造航艦戰鬥群 發現這個054B的帶刀護衛 原來用意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回到航艦戰鬥群 那當然中國除了要針對台灣之外 其實他也要針對美國做第一島鏈 做突散做準備 好 我們稍後回來